所以你看,這個圖片呢,你加起來是一顆五鏡頭 這個圖片呢,加起來也是一顆五鏡頭 這兩個加起來是什麼呢 就是兩顆五鏡頭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不一樣的 五鏡頭變成五鏡頭 所以我們為這個剃頭的經驗 我們沒有說,我們對小朋友的教育方式 也不能大家都一樣,我們要因財施教 不然大家都一樣,他們就變五鏡頭 這樣今天豪小鮮的功課時間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回見,再見 哎唷,我們這兩個五鏡頭生 處理還真的變形難了耶 咱們豪小鮮講的故事啊 還算是真的很發人心思啦 不過為什麼吃個飯還要扯到理髮呢 啊,一百多年的老房子耶 我跟你講齁,這一進來真的很有味道 本來這裡是在理髮的啊 對,好嗎? 難怪前面講到理髮的耶 對,紅紅啊 對,你有這樣紅紅嗎? 有啊,曾經都有過喔 真的耶 搭檢一樣的耶 真的耶 我跟你講,進來剛剛你會發現 它所有的工具都直接回收了 蛤?都是喔? 真的耶 我不知道去哪裡撿回來的耶 怎麼會有歷史的聲音 奇怪,奇怪這樣 這都要買油啊 對 他所有東西都直接回收 那這個是什麼? 因為是杯店嘛 這是他們的菜單 不是啊,這日曆耶 有沒有,日曆 然後是菜單 哎唷,除娘推薦 哇,有沒有 菜單啊 捲餅 哇,好多捲餅 都自己下來了 都自己下來了啦 就是多了一股人味在裡面 那如果你進來的時候 桌子有人預約嘛 預約的時候什麼要幫我 欸,這人啊 有啦 我看得到耶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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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是這個 資源回收 剛剛 這個也是啊 你看這窗戶做的 剛剛聽老闆講 然後老闆娘也是把資源回收來了 啊,這樣子啊 你們兩個不要害老闆回家 貴色盤啦 我去看看這邊的餐點如何 老闆娘這麼大個 1,2,3,4,5 真的要5隻耶 哇,這豬肉排 哦,要這樣到 哦 哎唷 滿滿的回香味道 哦 哦 牛皮 黃鵝 哦 鴨肉麵 對耶 鴨肉麵 就適合你這樣子大口吃肉 欸 每天就要回家 真的喔 不是說,很大塊 很厚耶 很厚耶 像我們在那個巴黎島的時候 是薄薄的有沒有 比較厚 像他肉比多你看 真的耶 讓我覺得非常的厚 好厚 老闆選用後 比較好的新鮮豬肉 搭配特殊配料 加上滿滿的回香 用往火烤三個半小時 這一口咬下 滿滿的肉汁在嘴裡撕開來 這樣的豬肉排 軟嫩有飽足感 而回香的香氣 更是在嘴裡 不停地回蛋著啊 這樣的豬肉排 以後以後是吃不到 該怎麼辦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哇 裡面發好多料喔 哇 都好 喔我覺得 這個漢堡是甜的漢堡耶 蛤? 怎麼這麼高 因為我吃到那個鳳梨就甜 喔 然後那個鳳梨水又很多 所以整個咬下去之後的四溢 所以我覺得外的漢堡是甜的 美生菜 番茄 洋蔥 起司、蘋果、鳳梨、芊莫、美乃、吃酸、黃瓜 加上一塊豐富有脂的牛角肉漢堡 一口咬下十種杯料 水果的酸甜啊 綜合了牛肉的油膩感 滿口的蔬菜甜味 又可以有牛排肉的香氣 哎呀 這有別於一般漢堡較乾的印象 不怪喔 來這裡的客人喔 都好會愛上這大口吃漢堡的滿足感 古早味的紅茶 非常古早 甜點 甜點 還有甜點啊 甜點 這就是我們資源回收的老闆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老闆娘說你喔 你怎麼當初會想說 會在這老房子裡面來賣東西吃 因為小時候家庭環境不是很好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有錢人家的東西 反而這些都是有錢人家的東西 因為那個年代是有錢人家才有 哦 那你這樣講 他這個 然後後來被丟棄了 他把他撿回來 他現在也是有錢人 因為他的心靈非常的富 嗯 對 這真的很棒 啊 是啦 這房子的建築已經有百年歷史囉 而裡頭大約八成的東西 都是老闆娘資源回收再利用的 剛剛老闆娘端來的店裡最有人借的奶酪啦 大哥啊 你也給他吃看看 氣味什麼看 喔 你的名字怎麼看 好像不是很好吃耶 我比較害怕 我 我是小孩子 不要這樣 為什麼不是很好吃 你說話可以比較好聽嗎 不好意思 小小的一個乳酪 裡面有一隻大大的乳牛 怎麼像牛 講了一頭牛蛋裡面就是在講這個 真的喔 真的 欸 這是用隔 那不是奶酪 好 喔 欸 我覺得這優格這樣搭配什麼蘋果 很棒 這優格對我來講 其實它是有點酸 對我來講 它蘋果的甜味呢 幫它做一點綜合 嗯 棒喔 甜點 不錯喔 完美喔 廣告烏龍狗們要今天保來烏啦 要為大家呈現年度大戲 情定台東 精采爆笑的內容 錯過你就看不 排很長的假期 只要飛騎簡單行囊啊 就可以擁有 有如出國般的週休假期 現在啊 就跟著烏龍狗一起 越小才吃台東 出國逍遙去 對 大人 我們在台灣 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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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 出國 出國 和 - 感恩, 天 Fron 哇 這一齣台東阿芭加 阿芭加薩斯也太感人了吧 聽說這也是老闆跟老闆娘真實的愛情故事 觀眾朋友啊 你們看完是不是也很感動啊 這邊除了有動人的愛情故事 聽說這邊的料理也是一樣讓人感動喔 來了 你們的餐點來了 哦 印度咖哩啊 印度咖哩耶 印度寶餅耶 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 哈蘭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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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馬鈴薯煎餅 馬鈴薯煎餅 哈蘭茶 香料奶茶 哈蘭茶 印度拉茶 耶 什麼 不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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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這樣煮的 我們沒有拉 你沒有拉 因為它很懶的拉 你不拉的 很懶的拉 其實拉茶是在南韻才有 南韻比較熱 它把它拉冷 喔 拉涼一點 對 北韻比較冷就不需要了 所以你們 你老公是哪個印 哪個印 印啦 印 因為北韻 是北韻的 比較涼的 它就不拉了 你這個不給我就對了 你要吃就對了 對啊 來來來來 謝謝 啊用手刮啊 哈 用手刮啊 沒有啊 印度人都要用手刮 過完了沒有看見 我們這一集真的動作在出國耶 我們現在來到印度這國 也要出國 你的美食也是要有異國的風味啊 真的耶 那他們沒有給我們餐具 我們就要用手了 有的話就可以用 陸進要隨俗 你們還是乖乖的體驗一下啦 印度薄餅耶 這個顏色怎麼有一點要深的感覺 它是一個口袋餅乾你看 對 這是 大家塞進去吃嗎 這怎麼吃 那個餅沾那個醬吃 餅沾醬 然後還在餅醬加 右手還左手 是右手 右手嗎 是右手吃嗎 右手吃嗎 右手吃嗎 右手吃 左手吃 左手要幹嘛 對啊 你就知道 右手 不用左手 你就知道啊 不是左手 也沒人說的 左手是覺得髒髒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印度 這個印度咖哩的香味 有一點回到 我是沒去過印度 但是有 新加坡小印度去的那個味道 有沒有 回到小印度 新加坡小印度 吃那種感覺 因為我沒有去過印度 到底真正的印度 人家不知道 但是這個餅喔 感覺很陌生耶 這餅陌生 非常陌生 它吃起來喔 沒有像我們蔥油餅 那麼的Q耶 它完全吃一個 沒有吃過 而且裡面喔 還很粉耶 對…非常粉 非常粉 很粉 Q彈的那種感覺 它的那個 印度咖哩呢 看起來只有黃黃 沒有黃黃 但是吃下去 它那個辣味 直續散發耶 這邊的咖哩啊 不像一般印度料理那樣濃稠 但是它喔 依然保留了印度咖哩的醬口 除了可以搭配米飯之外 還可以搭配傳統的南印烤餅 天粉的烤餅啊 可以把咖哩的湯汁完全的吸附 這一口咬下 哎呦呦 好像背道的印度咧 你要倒在飯上面 然後用過兩爪 喔 倒在飯上面 好 你拿到 倒在飯上面 然後用過兩爪 哎 我沒有拿到 我沒有拿到 人家老闆娘在講 你是有沒有在聽 你有沒有在聽 是不是 好好的吃啦 各位觀眾各位小朋友 我們不是這個不好的示範 因為印度他們吃飯是這樣吃的 因為我們來感受 異國風情 所以是這樣吃 你這樣吃不對啦 怎麼這樣 這樣子 對對對 我這樣講 怎麼是這樣咧 小印度 這樣這樣 嘿 然後這個 大拇指 撥進去 對 這樣不就進去了嗎 有有有有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有沒有 這手這樣刮的時候呢 它不是這樣推進去 它不是這樣吃 沒錯嘛 而且我跟你講 你剛剛拔那個餅 你左手進來又不對了 左手都不要動 腰右手這樣子 欸好像真的只有單手對 沒有只有單手 一定是一手把它拔掉 八餅都沒有 八餅都沒有 對對對 你左手都不進來了 哇你也很道地耶 真的很道地耶 很道地 這邊啊 除了咖哩雞之外 剛剛前面老闆娘 有拿的那一盤 PALANTA 又是什麼哈 這個叫做 LAPRASHA BING PALANTA PALANTA 沒有一支 PAL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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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 你沒有包嗎 就這樣 噢 這樣 圓圓的這樣 就烤過嘛 薄薄的圓圓的 來 我跟你講 一個人吃是不是 右手很難吃 對 來 我們兩個都出右手 轉協力量 轉協力量 嘿嘿 今天我們就有了 好 我們先吃原味看看 好 吃原味 這個比我覺得非常好吃 所以 讚 Bravo 剛剛這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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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他是這個 那個 裡面有海鮮嗎 軟 能喝嗎 裡面放了很多奶油 海鮮的味道 我知道這個餅乾像什麼 像台南安平蝦餅 蝦餅 這個味道 這個味道好香喔 所以我說這個感覺吃起來比較好吃 很好吃 我不得不跟大家講 那真的是稍微有了點 印竹要這樣吃嗎? 印竹要這樣吃 那是很好吃 這是早餐喔? 我們吃蛋餅,他們吃的是馬鈴薯餅 這是我的餐 得分 這個扒蘭塔可是奶映的國民美食 用馬鈴薯麵粉搭配特製香料半煎烤而成 口感就像蝦餅一樣,鐵脆有保濕感 如果再參加老闆特製醬料,那更是好的 是 這個導遊哥啊 其實導遊哥是有辣的 而且我覺得辣的還蠻鹹香的 我覺得這樣這樣蠻好吃的 我覺得這應該不是印度的 這個應該是花蓮的特製 國比辣椒 對不對 回來台灣就是要做一個適度的在地的食材結合 所以印度他們也會沾種辣的這種感覺 辣椒醬他們的辣椒醬 這樣喔 好巧 好巧 讓美麗的印度異國借購 然後把這個美食帶回來 讓我們可以吃到 烏龍宮年度巨蟹 請令寶萊塢 烏龍宮年度巨鈍 烏龍宮 ج郎 烏龍宮年度巨蟹 烏龍宮婦 烏龍宮年度巨蟹 阿翔 浩子阿翔上船一起走 小心啊 这个出国旅游免不了来点异国料理 这异国料理最让印象深刻的就是怪味道了 大家想起曾经去过Campordia 还有鸭仔蛋 他有没有带看着我 有 都是辣辣的 这是什么 你拿什么东西出来 这味道还蛮爱的 是吗 炸蝉油 哇 这是什么啊 好像是那个蝉油 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耶 超新的 对这个味道我觉得太新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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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誇張了啦 沒有,你太誇張 太誇張 這個味道真的一股就發酵過 臭水溝的味道 我們來去的門擠頭 是竹筍 竹筍 這是竹筍啊 不是竹筍,是竹筍 竹筍,山上的 都是山上的筍子 海裡的筍子 海裡的筍子 像沙蟲一樣的 什麼筍 沙蟲 沙蟲 這裡面都可以看到一條一條的沙蟲在裡頭 變成果凍,我來試試吧 當然啊 台灣呢,也有讓外國人聞風蕩膽的怪味 前陣子,新聞報導的很厲害 它就是豬血糕 哦,他們拿吃一盤 臭豆腐 臭豆腐? 你別來罵啦 浩子,阿翔 下船一直都 下船喔,快 啊 啊,我不會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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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游泳啊 別開玩笑 我看你們這兩個敗詞還要演多久啦 不過說到這家臭豆腐 這可是這幾年啊,部落格雞推了耶 你們兩個三口先換換啦 咱們趕快要來吃吃看了 哇,臭豆腐九宮格 真的耶,我最喜歡這個 一口一口書 小小的這樣子 上面給你放什麼都給你吃吃看 哇 哇,這個酥脆聲音聽得見 這有人塔耶 我吃過那個,我喜歡一口酥有沒有 可是它旁邊齁 那個酥脆的那個程度是非常厚的 可是它這裡是屬於比較薄的 然後讓你吃到更多裡面這個 吃軟部分的白豆腐 老闆啊,想用在地手工板豆腐 切成一口大小的方塊 再加入用酥菜集中要調製而成的 發酵水醃漬 不然這樣啦 就連醬料也是特別的重要下去熬製的耶 哇塑,我覺得像這樣一口酥 這樣大小 而且我個人也喜歡吃臭豆腐 我最喜歡這種酥吃的臭豆腐 它對我來講簡直就是 法國的馬卡龍是一樣的道理 台式的馬卡龍 對啦 嗯 豆腐就應該要配上這種甜甜的 甜甜的醬油這樣 外面酥脆裡面的燥感 可是呢 加上九層塔這樣有別於我們一般吃的 臭豆腐的印象 有的是大蒜嘛 對不對 加上九層塔這種羅勒這種東西 就好像有一點法式料理的感覺 有一點歐洲了啦 因為這種九層塔其實呢 有很多等級的 有的味道非常的嗆的 有的還好的 這個我覺得還OK啦 這邊豆腐先用低溫油鍋 把豆腐炸得半熟 然後立馬拉到高溫油鍋 搶酥起鍋 像這樣的炸法可以讓每個臭豆腐 表皮酥脆有香氣 裡面還保有豆腐的濕潤嫩度啦 再搭配上醬料跟九層塔 口感啊真是絕妙無比啊 當然少不了我們台式的泡菜 趕快要跟咖哩講 嗯 真好吃 你剛剛那個羅勒幫你 再去法國 台式的甜泡菜太用了 馬上坐飛機回台灣 真的耶 好遠機場到了 這個真的 就是滿台味的 就台式的甜泡菜 很親切啦 就從小吃到大的 這一口下去就想到 其實我們以前 我小時候吃的那個 臭豆腐 不是去店裡吃的 是人家推那個車子 然後出來在那邊 但你將門口在炸 他故意的 爽 整條街都聞得到 那個聲音 我們家賣臭豆腐的人 他們也是按那個 把噗 也是把噗 你們當話是這樣子的 是啦 一塊臭豆腐喔 真的讓我們有好多古早回憶喔 這古早的熟悉味道 加上這創新的口感 我只能說啊 黃友推薦的真是好 哇 感恩啊 謝謝齁 真是難以忘懷的臭豆腐啊 我們要繼續去國外玩 要繼續出國玩 要繼續出國玩 欸 欸 啊 不是在講什麼 唉唷 漂亮喔 不是已經沒有沿街就會了嗎 對 那你在賣什麼 你在賣麥豆腐 麥豆腐 麥豆腐喔 因為你都沿街這樣香香香喔 對 你們現在很少遇到這種的耶 對 不是啊 很少啊 不是啊 你可以停路邊一點嗎 我們可以來參考一下嗎 好 哇 超漂亮喔 幫忙推啊 這還抽多久了啊 對啊 就是我們這隻乾皮的 這隻給我乾皮 倒上你這樣打磁鐵 他要當 大家要打工台 來來來 要來是不是 要拼一下 我跟你講要拼一下是不是 才不要 等一下我又弄200分就說不算 所以不想會玩這個 我說一哥啊 這都是去年的事了 一哥一直記住 一個人 一個人兩百 兩百不算 一個人兩百不算 你這個從幾年前就開始當當當了 18年前 他已經這樣當了18年了 爸爸賣40年 今年70年 所以綠豆算賣了58年 是 這樣你可以剪一點來我們吃一下 來試試看好不好 這好像糯米粥啊 沒有啊 全部都是綠豆啊 全部都是綠豆 綠豆像最原了 你這個皮又自己剝的喔 沒有啊 要怎麼剝 綠豆人 綠豆人 本來就剝好了 對對對 綠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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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攤在台東大街上 跑了快60年的綠豆鑽 因為用料實在深受在地人其愛 而老闆使用的綠豆人 也是有機的綠豆人 所以說成本高了一些 但是老闆說啊 只要讓大家吃到美味吃到健康 這也是一種幸福啦 我覺得喔 剛剛這一吃進來呢 這個甜味當然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那個龍眼的這個這個香味 跟那個甜味 我覺得也非常的多 嗯 然後就這樣 坑地這樣 哥哥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綠豆 再吃起來有點 酸酸粉 真的有點飽足感 而且這個都市小孩肯定都沒有吃過 這所謂的綠豆酸 欸我說實在 我 18年在 不知道 我想說我也沒吃到 我也沒吃過 我也沒吃過 我也沒有吃過 我是去那個屏東才有吃到 車廠嗎 我們都有聽過 有聽過 對啊 這是車廠的名場 為什麼呢 然後台東還有呢 本來真的有啊 老闆可能是三次 老闆可能是 是啦 這味的綠豆鑽喔 在早期呢 是喜宴後的一道甜點 因為綠豆能燉煮時間比較長 慢慢的啊 就被簡易的甜湯取代了 而在台東這邊呢 卻還是保留了傳統炭火燉煮 口味道地 所以大家都會有機會來台東啊 愛的記憶喔 來這邊給他嘗一嘗 還有一口口味 配妙味嗎 嚇到救助 鼓掌味 好 正正正買摟 趕快來買摟 天團愛搞怪 慢動作慢慢慢慢 連工作的人都不耐煩哪 超美麗海島公園樹民餐廳 當天團帶著大家一起樂火逍遙遊台東 聲容 我無人啊 無人啊 無人啊 漂亮喔 接下來我們要幹嘛 吃飽飯喝笑茶 OK啦 喝笑茶太棒了 對 就這一間嘛 這間整個裝潢造型非常特別 是 那我們趕快進去 快點快點 沒有趕快進去 老闆娘不是喜歡她的客人是這種步調 她叫大家要慢 她才喜歡 要慢喔 對 喝她的笑茶 喝咖啡要慢喔 所以從現在我們步調 好 妳們兩個是對的 這麼慢是要走到禮拜二播出 好啦 等一下 好啦 現在我就給妳快館 哇哩咧 你們兩個到底還要浪費多少袋子啊 啊 看看我們牛牛姊 她已經快要抓狂了啦 好的啦 趕快進去吧 你們是不是要浪費多少 要慢慢 要慢慢啊 是說喔 講到這家充滿色氣感的咖啡廳 走進來啊 還真的讓人有那個放鬆的感覺喔 你看她男男子女在那邊算 你看 嘴巴一直在動 使用一個 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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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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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姊姊 你好了 你好了 了解 你還有計時的 你不錯 不錯 老闆 老闆 做得很好 謝謝你們的光臨 我先去忙一下 他哪有節奏 你跟我走 他哪有節奏 哈哈哈哈 這老闆娘真有趣 不是說喝咖啡喝下午茶嗎 你們爬到人家屋頂上 是要做什麼小朋友啊 你看我在移動我的咖啡的時候 你看 你怎麼不放好 他已經放好了 不倒翁咖啡 真的 好可愛喔 我的下面是煎的 這麼有情趣 他這個冰咖啡 他可以放冰塊 唉唷 剛剛喝酒 唉唷 唉唷 他有好 有小麥香嗎 咖啡 咖啡濃烈的程度 好像快要會嗆鼻耶 有醬 這裂酒的香耶 這裂酒香喔 好強喔 這個強度好強喔 聽說他這個冰滴好像滴滿久 很濃烈的 很濃烈的啦 很濃烈的啦 喔 他一開始 他那個很沉重的味道進來以後 然後進來以後呢 他慢慢這樣慢慢布局以後 然後一次 聽口令上去 你真的然後砰 整個壓下來 整個壓下來 是那樣子的氣味 嗯 怪不得老闆娘說 他這個是一般的那種 13倍的濃度 所以你必須要加一點冰塊 哇他這個要滴很多小時喔 要滴很久 8個小時耶 7滴 一般研磨咖啡啊 大約用10克左右的咖啡豆製成 而這一杯冰滴咖啡 則是需要用130克的咖啡豆 才可以萃取一杯啦 而就是因為濃度高 所以呢 只能慢慢喝 老闆娘喔 他也就是希望 來這邊的客人呢 都可以放慢步調 好好的 細細的在這邊 品味一個很悠閒的五茶石瓜 所以喔 來這邊喝咖啡 記得要 慢慢 慢慢 這個鬆餅喔 有一種濃烈的蛋香味 有雞蛋糕的感覺 可是它上面的這一層皮呢 就像它烤的這樣子 特別的焦味一樣 特別有那種酥脆的感覺 這樣 這邊鬆餅的奶蛋呢 非常濃郁 酥軟的口感啊 就像蜂蜜蛋糕一般 如果啊 再加上當季新鮮的水果跟冰淇淋 那味道一定啊 欸欸欸 我說你這螞蟻號啊 你這樣亂加一堆 不會太甜嗎 就跟你說你弄太多了 嗯 吃一點甜的 吃一點酸的 吃一點肥果 然後加一點煎乳風味 這才是人生嘛 不要一直吃苦嘛 給自己一點糖一點甜頭 跟自己說你辛苦了 你真的很辛苦了 謝謝你自己 嘿嘿嘿 謝謝你自己 是的 你不要對得起全世界 對得起全世界 卻對不起自己 而我跟自己好一點 好不好 嗯 就像大哥說的一樣 大家在忙碌之餘齁 也是該找個時間 來謝謝自己 圍繞一下心靈 這樣人生喔 才過得有意義啦 喔接下來這裡呢 算是島國風情了 你要把它想像成 某個稀鬧的小島呢 或者是巴黎島 Villafone都可以 OK了 最主要是這邊呢 可以看大海 漂亮 這邊啊 有我夢想中啊 用酒瓶砌成的牆 喔 在他們自己設計的嘛 沒有 是嗎 他們自己喝出來的一道酒 哇塞 要自己來的時候 好可憐 它可是這麼高了 來來來 看海吃飯喔 歡迎 這一家位於富剛海邊的 原住民餐廳喔 可是奶航才會知道的 私密景點喔 聽說它更是有著 台東小巴黎島之稱耶 哇 這邊的太平洋 這樣子眼前 對 而且他們這個桌子 也都是這個原物的啦 這邊還有天然的音樂 這聲音有巴黎島風各位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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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巴黎島風 有有有有 很有感覺很有感覺 哇 他們現場就烤起肉來了 可是我們等一下要吃的肉吧 是 哇好棒喔 這整個布置也真的非常巴黎島耶 對啊 我們今天要吃什麼呢 老闆娘 烤山豬肉 烤山豬肉 哇 哇 耶 現場的 美豬肉還有什麼 還的 魚啊 魚啊 太平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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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每一道菜啊 卻也都是絲毫不馬虎的 哇 看起來啊 快好了 你從那個太陽還在 烤到太陽已經離開了 對 它那個味道一出來 就是在叫我們 趕快來吃喔 這個已經熟了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哇 這樣直接吃得滿爽的 很爽耶 還在熱騰騰的 還在不滋不滋叫這樣 哎唷 還沒有很燙喔 哈哈 真的嗎 大哥啊 這個魚還要再烤一下 才能吃啦 我看喔 我們還是先來吃吃看 原住民的招牌 烤鹹豬肉吧 那個山豬肉倒就烤好 切好在旁邊了 速度很快耶 讚喔 讚喔 哇 很爽啊 欸 快吃 有 這樣現烤現鮮 現喝 很難得可以有這種機會 欸 我們在那個島國的時候啊 也就是常常這樣啊 欸 新鮮的東西一上來有沒有 是最好吃的 這樣吃最爽的 那邊有我們原住 原住民的山豬肉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這邊有 山豬肉超彈的 它烤的就很漂亮 對啊 它算這個顏色 金黃金黃 客人啊 這原住民傳統的烤鹹豬肉 口感Q彈有嚼勁 炭烤的豬肉香氣更是新人 老闆沒有加太多醬料啦 但是炭烤箱以及肉汁自然的甜味 真的是超夠味的 嗯 真的是非常美味的 我覺得它很厲害啊 它又不是炸過 可是它的外圍呢 確實有那種酥脆的口感 對 真的這個 剛才了 哇 哇 烤到一隻雞哦 你怎麼時候又去烤一隻雞啊 剛才就不見了 雞汁要出來 雞汁不要亂 給大家看看 它從旁邊雞汁流出來 你看看 哎呦哎呦哎呦 哇 各位 哎呦 這個雞看起來也太好吃 很難吧 我的嘴巴都要流出來了啦 老闆娘 你烤得真的剛好耶 哎 都沒有燒焦耶 老闆娘 真的啊 我有用心 很用心的謝謝你啊 我愛你 我烤這個 好香耶 這烤雞啊 是用阿美族傳統的木桶烤製而成 外皮金黃 又可以完整保留雞肉的鮮甜 因為老闆娘說啊 這個木桶 可是他們阿美族的祖傳秘密 所以喔 想嘗這位的老饕們啊 我們要吃就請自己過來 嘿 哎 我覺得你的雞不太一樣 你這個雞這個超好吃的 它這個雞 為什麼你會有一種錯覺 嗯 我覺得它應該就是玉米雞之類的 是 然後吃起來呢 會有那個牛奶的香氣 哇 牛奶的味道 是 這邊你雞有特別挑過 是 欸 它這隻雞吃起來 不僅僅已經這個雞肉痰之外 剛剛那個香氣 還有它這種甜點的滋味 我真的覺得特別棒 還有老闆娘烤的功夫非常好 對啊 沒錯啦 這邊料理呢 也有打破我們一般 對原住民料理的印象 每一道的口感啊 都可以避免高級餐廳的料理 老闆娘特別幫我包的 安倍煮的肉粽 你看 這是什麼葉呢 這是 玉桃 玉桃葉 玉桃葉是包肉粽的葉子 是 但是那個玉桃葉整個好清新喔 真的喔 這樣才 才逛上去就有味道了嗎 非常有味道 而且它那個南瓜真的挺瓜瓜 很鹹耶 有一個鹹口的口感 嗯 嗯 好香喔 我那個南瓜地瓜絲 跟著那個豬肉的油 來去烤肉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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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然後我覺得這奇怪 我就沒有吃到那個肉飯 怎麼會有那個香味呢 說到這原住民的五五飯啊 吃起來很像南部肉粽的口感 放在月桃葉上 再搭配現烤的鹹豬肉 以及阿美族傳統的南瓜 地瓜 這原住民的風味料理喔 真的是會讓人一口接一口的 停不下嘴巴 唉唷 我們家中東攝影師怎麼啦 怎麼突然緊張得起來哈 我今天為你們特別準備了一個阿美族青蛙湯 哇塞 他不敢過去 真的喔 他不敢過去 我天啊 他只是熟悉了 不敢過去 人家都沒有這樣一整隻 你不用拿一整隻 你怎麼沒有 把他稍微釀一下 我們阿美族就這樣 我曾經看到我們的老人家 木族頭上 沒有 吃了一隻青蛙 在我手就伸出 真的假的 不打籃球的 你不能亂講耶 真的 哇塞 真的生氣喔 我不是吃飯了 你這樣我老人家的手弄斷 然後再吃一隻青蛙湯 等一下喝湯就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太酷了 他給我四腳草天上 真的是 我要先來喝人生的第一口 青蛙湯 四腳草天的花 你啊 就是 真的 真的 這一口 三百 你都酒味 都酒 真的 完全沒有放酒 有吧 沒有 這青蛙湯喝起來很像仙女湯 不是 是蛤蟆湯 對 海鮮湯耶 加了少許的米酒 有吧 對 你的手指頭竟然硬了 哈哈 玩不起來 沒有辦法玩 都硬了 哈哈 老闆娘真的是很幽默耶 不過啊 可以在這樣的貼近大自然北景當中 享用這麼有特色的阿美煮美食 真的感覺就像出國一般逍遙自在啦 時間過了也很快 轉眼又要跟大家說再見囉 希望觀眾朋友會喜歡今天的出國行程 也請觀眾朋友們繼續支持我們的食尚玩家嘿 再見 掰掰